嗨,晚上好 明天TLS就正式開工了 很多東西要做 不過也很興奮 很興奮 我們的App倒數還有64天 64天 昨天我們分享到 我們的Society App 如何創造新的消費模式 今天我要講的是 我們TLS 創造新的生意模式 新的生意模式 全新的生意模式 我相信在馬來西亞 做模式在做著的真正是沒有 講的可能很多 真正做的是沒有 所以我這個生意模式到底有什麼特別 現在做生意的商家 是面對最大的挑戰什麼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想創業 每個人都想讓家人過得更好 對不對 看視頻而已老闆 你是不是想讓家人過得更好 所以你創業 對嗎 可是 這樣在整個market全世界 其實每個人都想家人過得更好 這樣就會產生什麼東西 產生很多人在創業 會開始創業 那會開始創業 那些新創業的entrepreneur 可能他們不懂 沒有車輪模式 他們就丟價錢 賺少少 賺少拿多 他們的思維是這樣 這樣賺少拿多的話 這樣會不會影響在做著商家的顧客 對嗎 就是面對一個最大的挑戰 是丟價錢 我看到了嗎 市場上現在 面對商家 面對最大的挑戰 就是丟價錢 然後你 不管什麼行業 做刺的 做美容 美容驗的 做修車的 做剪頭髮 你看他們的 你每次經過一排店 最少有幾間 一百天最少有幾間美容驗 幾間修車店 嗯 很懂嗎 然後他們現在 他們最頂的策略是丟價錢 我比你便宜一塊錢 那你便宜一塊 我再比你便宜五毛 這是他們的策略 很多新的entrepreneur 他們就以丟價錢的模式 來打這個market 導致什麼問題 導致商家又賺錢少 賺一點點 因為今天 他丟我又不丟 顧客給他買 對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 商家面對最大的挑戰 商家的話 通行的話就是 丟價錢 大家 大家要大家死 對嗎 要通行要通行死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生意模式 我以前一直想 可以不會有新的生意模式 不要大家要一起死的 有沒有一個生意模式 是可以大家一起活的 之前幾年前 想一想 想不到 但我們一直做 一直做 經驗來了累計 資源累計 網絡有了 我們決定做這樣的平台 讓每一個討恨的老闆 不要再丟價錢 變成合作夥伴 變成朋友 很夠力的 想想 500間 100間休息店 變成朋友 變成結盟夥伴 夠力嗎 如果我是朋友 還需要揪詐欠嗎 不需要 我就是要讓競爭對手 變成結盟夥伴 這是我們TLS要改變的 馬來西亞的生意模式 新的生意模式 不是通過嘴巴講 通過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APP 我們的App Society App To Love Someone Society App 第二個是我們的20多個團隊 我們的團隊 跟我的目標理念是一樣的 我們要改變馬來西亞的 消費模式 跟生意模式 我們要讓每個做生意的老闆 都做得比較輕鬆 不要每天去揍傷 揍你的競爭對手 哎呀 早點招 早點死啦 對不對 不樣子的情況 我們要製造一個 大家可以活的 生意模式 競爭對手 我們可以一起活的生意模式 不要擦來擦去 沒有意思的 我們要做幫來幫去的生意模式 你是我的競爭對手 我幫你 你做得好 我有錢拿 有聽過嗎 你的競爭對手 生意做得好 那我有錢拿 沒有聽過咧 這就是我們在做著的 2020最新的生意模式 這樣子做 我先做一個example 做一個example 其實 顧客去商家的店 我就拿 修車 顧客去 修車 店修車 通常我們去 給了錢 謝謝你老闆 給了service 老闆講 謝謝你老闆下次再來 對不對 這是普通生意模式 我們不一樣 我是免費的 商家給出免費的service 免費的service 來讓你嘗試我的服務 我給免費的修車 免費的alignment 今天 這個dia店是我的結盟夥伴 這個顧客覺得很好 然後我們有一個 一個upsell package 可是這個upsell package 是很有價值的 今天如果你還要繼續來 第二次第三次 我做一個example 你只要買 你下去來找一百塊 修dia sorry balancingdia alignment 然後 可能就 前面掉後面 一百塊 一百塊 一些service 一百塊 今天你只要給一百塊 我送你 價值十個商家的free offer free洗臉 free吃飯 你可以選 你要選 你要選什麼free的 free吃飯 free午餐 free massage 如果你還值得 free補習一個月 這個十個商家價值的free 是差不多是價值一千塊的 你只要買一百塊的東西 我送你價值一千塊的free 真的是free的 真的是free的 有那個價值那邊 對商家來講什麼東西 我給一百塊錢 可是我得到一千塊的價值 那真的是價值可以去拿 真的是free的 為什麼商家要給free 因為商家要消費者來嘗試他們服務 商家要消費者來嘗試他們的服務 因為我和我合作的商家 他們都賣是很好的 他們都相信他們的服務是最好的 他們可以給到最好的服務 因為他們是一群想改變的商家 所以他們相信他們的服務產品可以打動你 所以他願意讓你來第一次來享受他的free的服務 如果這是我們的神域模式 我今天不要夠這樣deep 我的大概的concept就是說 今天我們自己商家 這樣子結盟 然後那個十個free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不投行業的 可能也可以是投行業的 可能也是有另外一個打壓店 換free一條打壓 也是有的 可是講 可以你這樣子 我的顧客去到同行打壓店 free打壓 然後他在那邊買東西怎麼辦 我講老闆 我單單這個會員 我example 比個曲 顧客拉莫 我有 五千個會員 你一天做不到這樣多個會員的嗎 對不對 這樣他一定跑去別的競爭對手 可是如果他跑去Society的商家 你不會虧的 他去別的商家消費 一千有一百塊拿 ok嗎 他去別的商家消費一萬有一千塊拿 ok嗎 以前的傳統生意模式 我們是不想我們的顧客去別的競爭對手 對不對 因為錢好賺完了 我們想他死 不想他活 現在的生意模式 當我的生意已經做不及了 他一定會跑去別的商家 他是肯定的 可是我的生意模式是 他跑去別的商家 小事Society的 你都沒有free 我們都把一個 保留一個十多巴仙給你 這樣是不是大家一起活 顧客做不完 一間店你做不完一百個 一千個顧客 或甚至一萬個顧客 可是當你想一想 大家店 有一百間是結盟起來的 合作的 我的顧客太多了 那間做不完 另外99間 他們所消費我多一個十巴仙 對老闆來講 你有虧嗎 有聽過這生意模式嗎 我的顧客去我的競爭對手店消費 我都沒有虧 我還有錢賺 第二個 point 大家要講的 就是職員整合那 part 這樣子通過 TLSSociety這個平台 來增加你產品服務的價值 讓顧客越來越買單 這個part我明天來講 你挖出去了 謝謝你們 然後有什麼疑問 你們可以在下面PM 然後我們的APP還有64 點到出來的 OK 所以 敬請留意我們的Facebook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短片會上傳 關於我們的Society App 如何解決消費者的煩惱 沒有錢的煩惱 讓每個消費者得到額外的收入 通過APP 如果永遠解決商家的煩惱 通過也是通過Society App OK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晚安 拜拜